我两位说的都有点短 每回这个说书啊 一晚上三个人 一晚上长啊 这三人都长 这回短吧 这两人都短 别人不好干 刚才是我的师叔高峰老师 说的这段 七侠五义 中列侠义转 这书不错 我刚才下来问他 明天说不说包工有五店 他说不说 不一定啊 我会跟川普段上说 他说不宣传封建笔信 然后不宣传封建笔信 我就不应该上了 我说这八千的全是封建笔信 他说这个 这段马上这个 他这书就要做 你要常听京剧爱听戏的话 可能是京剧里有这段 探阴山 当初唱的最好的这个 秋派 秋洋龙先生 方祥方先生 唱这段唱得好 现在当代的 孟广路 孟老师 唱这段唱得也好 平戏也有这段 这段不常见 而且平戏演员 唱这个比较少 我知道一位唱这段 唱得最好的 就是这个 谭音山这段 角戏叫扎判官 唱这出戏 唱得最好的一个先生 姓郭 数个座多 我的恩师 郭都当了先生 我怎么知道 他会唱这段 在头说这话 可能得有个三四年的功夫 就在这个天条后台 他给我们一个师哥 拿MP3的 录个这么一段 我一听这词 这是扎判官的词 而一听这曲调 这是平戏 我没听过这戏 他自己念着罗古经 然后自己嘴里哼着过门 整个把 就是福大宋锦华仪 痴心肝胆 就这一段 当然平戏的词 跟这不一样 整个唱了一遍 录这段音的这个师哥 后来也出了 不提这事 他唱这段唱得好 有一次我在这个王复景 王复景图书大厦 那顶下 有一个音响超时 你看他放放 没事别客气 谢谢啊 在这个王复景底下这 卖那个戏曲光弹的这 有这么一个装柜 这么一个架子 上面摆的全是平戏 我挨个儿子看 一看来看去 突然发现 有一部扎刊官平戏 我一看主演 波德纲 哎我阴漏 翻过来一看这盘 十块钱 我说这我抄抄了 后来就涨价 涨了十二 哈哈哈哈 现在可能这盘再找都找不着了 这个就是他当初来 取经说相之前路的项目 前半场 他勾小花脸唱个冯君恒 后半场换大花脸唱包青天 我说这出戏最难唱 我打开这盘 我满心的喜悦 打开一共是两张上下级 放到第二张 放完之后后悔了 游完了五殿没炸盘子 就是到他给我们那师哥路那段的时候 说我没了 正好没这段唱 我说这个出版社员 哎 可惜了 后来我问他 我问师傅有没有这段 他说下一个 路全灵当是三张光弹 继续一张反省一个钟头 这气唱完了是三中后 我哪天是不是都拿过来 要给我们看 我说高老师这个书马上 他要说这个烟扒伞 这是最热闹的一段 这书逐渐就说开了 激厚这个书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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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三国之前我劝过他 我说你太年轻了 拿不懂 拿不懂口 为什么呢 因为我说这八仙 我可以告诉您 我这书叫什么名字 有叫八仙全传 有叫八仙则道传 这个作者叫乌构道人 同志年间 清朝同志年间的这么一位道士 住的离咱们这地儿不远 就在北京 白万 是那里一位道士写的这个八仙则道传 当然您各位您查这书啊 我准说这书也没有的 我等这一百回 咱们这书说完之后啊 大概几种 我尽量赶这书 因为现在俩兄弟们说 我尽量俩兄弟一组啤酒的说完 甭管长点短点 给它赶到一块 这个正八仙说完之后 我开鬼八仙 这段是没有著作的 我倒是看过香港有这方面的电影 它拍的不全 到时候八仙联合金钟金色海士 中奎转世 下届捉鬼八仙 还有这么一段 这个书是一个老书目的 我从我苏州的一个朋友那儿 得来的这么一个版本 现在还在学啊 没学全呢 因为且说不到 我这才说了今天是第七回 我这个前面正传是一百回 我赶了赶了说 能说个七八十回 我给它说完了 后面再说 我要说这个书呢 本身你要看八仙德道乱 这原著 你看不下去 它是个道士写的 它里边大量的运用这个经文呢 劝人修道这个话 说书就没法说 因为您各位来 听书来的 也不是为了学道来的 所以我就得摘着 三国演义就不一样了 这书在这摆着呢 你说是三国演义 是承受那个三国制 写的都好 说三国 我那会我最喜欢这书 想我要说 考虑再三了 我把这书撩下了 你要说这书没怎么说 三国没法说 你说三国必须得批原文 你让鸡鹤武说 他这个一大量的不认用原文 三国里边有大丸马吗 有土鲁曼斯坦吗 哈哈哈哈 你这这有大丸马 他有土鲁曼斯坦 他都知道那边去了 你这么说三国 我不敢说 你说三国 你要说六出七山 你得批初始表吧 对 说最码先帝穿原为办 中导公司 你得背这个 你要说这个草川借鉴 你得批大文贵江户吧 大国在长江 西街边河 南北三国北戴几河 你得批这个吧 你要说出梁掉孝 批周云 你得说那纪文吧 五五公斤 不幸妖王 修短不前人 起不伤 我心尸痛累不一伤 我不敢说三国 我胆大 坐着就敢说三国 说成这样 我只能这么一个评价 不容易 他下功夫 可是差的太多 岁数在这 没有这个阅历 这个积淀 这不幸 咱们说咱们这说 我最后是旁着你 说得不错 你知道吗 这又换一场 上文书 正说在 孙仙赐被独身亡 咱们七回数 明天我争取把八仙 头一位说出来 今天还说不到 张国老管事 孙仙赐 这位是张国老的前一生 三世修道 头一世 犹打畜生道 物人道 他原本是贬福经的 修成人 这就很费劲 在大禹治水期间 立过功 救过一村的人 二一世 由人道路 先道 三一世 得还父母的怨 报父母的恩 他父母本来独死 孙仙赐 家里边还有一个兄弟 孙娇 书中案表 孙娇是 蛟龙经转世 跟这位孙仙赐 两世的源头 当畜生那会儿 就结过源头 这一辈子 哥俩 亲哥俩 一母所生 一母所养 还结了一世的源头 这个后面没完 他跟后面再往后铺 跟何仙姑啊 跟铁关礼啊 跟汉中礼啊 等等这些 都有这个梁子 等于这是 焦中心啊 这是反面人物 这么一个 一号人物 孙仙赐被读身亡 家里边 他这位兄弟 孙娇 扎了两个小草人 往草人上 写上父母的生辰八字 扎上针 藏到哥嫂的床底下 整赶上孙仙赐 跟他的夫人 惠儿姑娘 书中暗表 惠儿姑娘 何仙姑的现实 当然他得再历经十事 才能转到何仙姑 这会儿刚说是 还叫惠儿姑娘 后面咱得说 他是怎么下个界 原本是上界天神 跟惠儿姑娘 两个人到岳帐家 就叛病去了 而岳父国保 伯代夫 跟孙仙赐同朝为官 同是大宇 驾前的臣子 去看伯代夫的病 家里边 找出这俩草人来了 孙娇在旁边 递怪话 不怕没好事 就怕没好人 两句话一说 我爹娘您看看 这就是你们养的好儿子 好儿媳 整天说要成仙 要修道 学了这么半天 就学出这么点法术来 就拿这扎你们 这两天不是脑袋疼 肚疼吗 这他们干的 一不做二不休 就这样儿子 要不要不吃劲了 要依着我说 你弄点这个有毒的吃事 我给他带过去 他不是带他岳父家里吗 让他一吃 把他弄死了 我嫂子一个女流之辈 回到家里再收拾他 这父母啊 孙杰跟这位罗元夫人 孙仙次的父母 一时间鬼迷心窍 同意了 找了快点心 下点毒药 你算去吧 送到国代夫他们家 这孙娇特地主顾 你别给别人吃啊 就这么点东西 不够你出去散 你知道吧 你这回头见了十个人 你挨个让两块点去 你不够分子再打起来 把这点吃了就完了 他拿着那一块两块一吃 当时气决身网 往地上一躺 他就死了 慧儿姑娘呢 大家闺秀 常年不从事 体育锻炼 身体不是特别好 进了之后 一看 丈夫倒地身亡 没受到这个打击 一赌气 死了吧 他也死了 不搞不带 咱刚才说是看病来 探望病情 博大夫本身就有病 进了一看 闺女跟女区都死了 那得有人做伴啊 我才死了吧 丈夫娘进来 让丫头给拦住 你先别过去啊 你得有这个 两种思想准备 你得做好了这个打算 过去一趟鼻息 这仨人都死了 宁可别哭 先记着事办 得把这个小姐跟姑老爷 送到人本家 是人家人 得让人家在家里边 入土为安 咱们不能越宣 这老太也没办法 这家怎么料理 博大夫的丧事 咱就不说了 找了几个家丁 弄着这么一辆棚子车 前面拉车的骡子 旁边拉鞭炮 我一匹小马 两匹伤口拉着两车 拖着尸首 就走在道里 给人送回去 送回去这路上 整走在半道 一整狂风就刮过来 好大一股风 能吹天地暗 上瓜鬼身头 断食 烈牙恶 吹人命能休啊 你这风刮过来 所有人睁不开眼 先哆哆吧 再一睁眼 这车没了 这车没了 哪去了 他走那道上 旁边有这个 种的那田地 走这地路的沟 好 这车翻到沟里了 好家伙 这沟里边倒是没有水 浅浅一层 这人们下雨啊 有时候地边上啊 这个排这个洪水用 抓个迷地步 正好这车翻了 好这骡髅马 腿也缺了 摆在里边 哎呦 赶紧的 甭管怎么说 先把这尸体 咱再给他抢救出来 到这一撩车链 车里边 人影皆无 两个尸首全没了 这怎么办 这几个家里 有管家领着 先给人家送个信儿去了 给人本家 孙家 对 让几个人 你们先看这车 我领几个人去 帮人家一报丧 你说 这个 姑老爷 跟人家小姐都死了 怎么怎么死的 一说这话 哎呀 孙杰跟罗元哭了 毕竟是亲生儿子 眼泪就下来 这会儿有点明白 这事办得有点 不太地道 不于仓促 就说他要扎着草子 啊 做法要害 你把他叫回来问问 有没有这事 你问出真坎实枣了 问出真章实据了 不能明白过来 这人已经死了 这人也有点